今天咱们来洛杉矶著名的城市Uberlinda来宴房 这是一栋实惠型的小莲牌别墅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咱们可以看到两排房子的间距非常的宽 所以住起来舒适度就比较高 在选房子的过程中,地块的因素是一定要考虑的 直接决定了居住体验 从大的方向来说 首先这里的地税基本上是全加州最低的 只有1.1%的税率 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价格是比较实惠的 第三个就比较重要是它的地段 这个房子它隔壁就是小学 离初中高中都是在一英里 而且它离商业区也非常的近 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会去一个超市 像这房子里都装了这种扶压自然风的系统 整个房子是大开发商件的 所以它的质量和配置也都是不错的 另外还有原因就是刚才提到了学校 这里的学区是著名的满分学区 对于房子的保值和增值 如果将来自己住孩子上学的话 都是非常不错的 给客户找房子其实就是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最起码自己也要对房子的地段等各方面满意 因为不管对谁来说买房子都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 要对得起别人的信任 这个不能马虎的 现在我从小区去超市 这个视频是两倍的快进 所以大概是一分多钟就可以到最近的超市 这超市非常的棒 每次来的时候我都会买点东西 这家店我觉得它每样东西都很好吃 大家如果住在附近的话也可以来试一试 这是个老区,没什么新房 所以对这种新房子的保值和升值会更好 你看一转眼就到了 这个超市的东西特别的新鲜 而且每天晚上六点以后就会打七折 再卖不完它们就会扔掉 东西也买完了 现在我要往回走了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